Hello 大家好 我是Ben 大家認識我應該都是婚紗攝影 其實我也有拍一些產品上的拍攝 近年都發現很多網購 或者將自己的精品收藏品鋪上網 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 如何將你的產品或者收藏品拍得很漂亮 用不同的技巧燈光去處理 現在我們會做一些示範 會用以下的器材 首先有什麼呢 A7R IV 為什麼我會選擇這部機呢 就是像素夠高 還可以說 譬如你二次去割圖 去做一些再構圖的東西 是很方便 夠個像素給你去做這件事 鏡頭上 我們會用一支50.4 另外16-35 還有兩支閃燈 OK 再貓一隻 OK 這個不是必須的 有的可以在這裡準備好 跟大家做第一個示範 就是利用一個自然光去做 只要你有個窗就會出現 我先拍一張照給大家去看看 然後加多一樣東西 去改變這張照的感覺 好嗎 我拍了第一張照片 然後呢 我現在要加多一樣東西了 這塊就是一個 Foneboard 我想大家去文具店 很簡單買到 甚至乎不需要立刻說 要走到街買都嫌犯了 試試試在家裡找一隻白色的碟 或者一張A4紙 總之一張白色的物體就可以了 我便會將它放在產品的背部位置 令到剛才是原本Shirtle的位置 製造了一點補光 剛剛我就用了兩個手法 第一個就完全是靠窗邊的光去做 然後第二個我就會加多一塊 叫做反光板 你當作是一個反光板 其實就是將它的Shirtle 去減少一點 令到整張照片看上去 不會有那麼大的反光 更軟 我今天我用了一支50.4的鏡頭 為何會用這個Wing 其實就等於我們肉眼 其實人眼所看出去的Angle 是很接近的 現在我們就用一支的閃燈 去做一些不同的效果給大家看看 大家都會有個疑問 我的燈擺的位置會是什麼呢 這個我現在做了一個叫做引閃的功用 不會閃的 這個我做remote 真正會閃的只有這一支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我可以將燈的方向擺位 可以在不同的角度去做 我現在試一個就是 完全正面的方向 去做一個示範 前面很清楚 現在我再做多一個 將燈擺在另一個位置 在旁邊的 斜斜的45度角 大家可以看到 剛剛那兩張相片的分別 我自己就當然會比較喜歡 是 斜斜的45度這個 整件事會比較立體 會看到一個 你這張相片會看到 一個受光的高光位 Normal Shirtle 因為所有 要令人覺得立體的事 就是你這張相片的物件 會有一個Shirtle出現 好 我們現在就加多一個反光板 令到Shirtle淡一點 就像剛才的做法 大家又會看到照片的效果 會有什麼不同 感覺是不是會正領很多 還有就是 它身上毛髮的質感 會更加明顯 相比第一張 我們正面打過去 好正面打過去 大家會看到分別 如果我想將後面 去做一個 暗一點 灰色 甚至乎黑色的環境 可以嗎 我用閃燈就可以了 只要將閃燈的Power加大 然後再將你的光圈快門 去配合 我可以將光叉 令到前面受光的位 盡量加大 我便可以收細光圈 或者去減厚掃 照片裡面會看到 我在同一個地方拍攝 就可以利用閃燈的大小強弱 去做出不同的感覺 剛才我們不是用一張白色風波 其實有時候我們會 反過來 我們不想有東西反光的話 我們會用一些黑色的東西 把它封鎖 我現在又拿多一件黑色的東西 出來遮一遮 我們又試一個 這樣黑色的底 現在我們就試一下用兩支燈 現在我這一支 我會去做一個 highlight 主要就是在 這個狗仔的背部 其實這些夾 大家可能去深水埗 或者 相機用品 器材 都會有 即是為機頂燈的一個孔 這一支會做一個 我們叫做主要的 主要就是 蓋在前面 後面那支 我們做一個叫做highlight 我主要是 做這些勾拉位出來的 我關掉這一支 主要讓效果 會顯著一點 看到究竟 那支highlight 或者是怎樣勾 耳朵 這些位的輪廓出來 我先把這一支 好 然後我再開封 封鎖 現在去看照片 加上前後面 這樣夾的時候 我們叫夾燈 看到分別了 看到有件事會更加立體 剛才我們都試過用反光板去做 其實效果 會受制於 最主要是因為這個強度 去到反光板 其實這支會限制它的強度 但如果我用兩支燈 我可以獨立分開 控制哪支大一點 現在我想外出一點 就是這些highlight 我便將後面這支燈 再加大 OK 好 接下來我再想做一個 特別一點效果 用兩支燈 顏色紙 OK 一張膠紙 我們先把它蓋在眼燈 然後我將這支燈 我便會 對 向背景那邊 我先不說 我做了什麼設定 我拍出來給大家看看效果 大家是否覺得 咦 為甚麼 明明你下了一張橙色的膠紙 整件事 但背景是變成藍色那麼有趣 而狗仔也是保持著這個顏色 其實我剛才做了一些相機上的設定 就是將white bar改變 我只要將white bar調到比較冷的色調 令它按下去正常的色溫 在一個色溫上的different時間 大家便可以營造到這一種效果 我用兩張顏色紙 加上這塊黑色風格 我再做一些可能是視角上的一些不同的效果 我們用兩張顏色紙 將它放在一個位置 然後這次我便會用一個高的 top shot的角度去拍 現在我便要換一支較幅的鏡 令到我不需要爬這麼高 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今次我便會用一支燈 已經可以處理到這個效果 但我會有多一點的東西要做的 就是在燈在下面我加一塊細的風格 因為我不想這支燈 蓋上這些黑色的位置 現在大家會看到這張照片 就會令到有視角上的錯覺 好像變成立體的盒 即是狗仔採在一個立體的盒上 大家家應該都會有這個電腦 正常的 選擇一個你喜歡的背景 我剛剛選擇了一個比較Cyber 加一塊黑色的膠片 做一個倒影 接著再用了兩支燈 用了我剛才說的幾樣東西 混合在一起 在這支燈 即是我們叫主燈 正常我們會用一個叫豬咀 控制一些光源 即是局部去怎樣去運動物件 但今次就是要用一些比較家居常用的 我都是用一個Foneboard 限制到哪些位置 不會有些光走出來 OK 只是在哪些位置會遮蓋到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出來的感覺是否完全不一樣 沒有想過家裏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 以為一些很高成本 說要組裝設計 其實都不需要 只要運用你的創意 想得到你就做得到 大家可能都會比較擔心 如果想拍一副眼鏡 究竟是否很困難 可以這樣說的 可以很困難去做也行 或者可以很容易去做也行 我今天和大家去分享一個 比較簡單一點的做法 容易做到的 首先要拍眼鏡 事前一定要做一件事 很重要就是清潔 將你的副眼鏡要清潔得很乾淨 其實很多時候 肉眼未必會那麼容易發覺 但一拍完相片 過了鏡 打完燈 一出來有手指毛 有一條不知什麼毛黏在這裡 有些塵 這件事就要留心一點 平時我們如果真的做事 通常都要有一些清潔的用具 例如這些超清波的清潔器 好像一類鏡面的太陽眼鏡 不需要刻意避開一些反光的位置 但不要反到一些雜物 或者不應該出現的東西 例如反了人進去 反了家裡的環境進去 這個要避免 怎樣避免呢 其實是在角度上避 現在去做這個鏡頭 就是用這個花瓶 不是水晶玻璃 很便宜的 然後我會用一支燈 我會將一支燈貼著這個花瓶 利用花瓶 這個玻璃上的不同的厚薄 還有會有一個折射 會令到一些光線上有變化 就會很清楚看到 現在我們將閃燈穿過了這個花瓶 會令到光線上有變化 最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拍攝什麼呢 這次的玻璃杯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除了它的顏色要出來 還有質感很重要 我現在找了一張椅子 琴椅的一張 首先將它反轉 我們要把閃燈藏起來 將一張閃燈放進去 然後上面再加一塊透明膠板 玻璃也可以 如果家裡有一個玻璃的茶几 就不用組裝這塊東西 就這樣在茶几上面 鋪一塊白布也可以 然後在底下加一支閃燈 已經完成了這個設定 選擇一個我想拍的面 好 定位了 然後這個燈罩 不是我們影樓用的燈罩 是普通家裡的燈罩 粒在上面 大家也會猜到 究竟這是什麼用途 主要是將光源焗在表面上 現在我們的光源在底下 這個做法最適合一些透明 半透明的東西 因為可以更加突顯到 通透的情況 會看到整個玻璃杯好像發光一樣 之後還會看到裡面的質感 玻璃其實不是平滑的 是會有一些質感在上面 另外它的顏色也會出來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的最大字收視 大家不要忘記多點利用你身邊 隨身可以拿到的物品 去幫你拍攝你們的產品 如果遇到一些比較複雜困難的 不要緊 在這條影片下面留言給我 今集到這裡 拜拜